哈喽大家好,突如其来的更新又来了 今天呢是想跟大家简单开个小箱子 我上次开那个马晓璐那个三脚架的时候 就有朋友跟我说我为什么不买另外一个国产牌子的 当然我也说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 但是大家也知道up主是个比较贫穷的up主 然后不可能说我花了小两个块钱买一个架子 我再买另外一个 但是呢,考虑到不能自博 这话说的我自己都不信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小的架子 很小很小 然后呢,这个架子其实是来图和叫什么来着 富士啊,富士合作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是赠品还是怎么的 然后呢,反正有好几个型号 然后各渠道都有的卖 我就买了一个啊 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XS10,富士五反数码相机,XS10 XS10的增品 标着非卖品啊 这是来图的叫MTS10 S10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OK 然后这是一堆附件啊 这堆附件其实就是几个扳手啊 我就放边上,然后看一眼,有一个小套子 OK 就这个啊,蛮小的一个碳纤维的桌面三小架 是吧 然后,哎呦,哦 啊,这玩意怎么用啊 没用过啊,啊,啊,这样 哎呦,啊,还挺紧的啊 然后上面带一个特别小的小云台 几节啊 哎呦,这就直接出来了 啊 啊,两节啊 然后特别特别小 对不对 然后因为,呃 这前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 我可能想要,呃 等,啊,up主 稍微资金充裕点 然后可能考虑做个第二机位嘛 啊,然后,呃,也考虑说 我是不是要搞一台,啊 啊,稍微,啊 不是这么差的收音设备啊 所以,啊,考虑到 可能要升收音设备 所以,啊,搞一个小架子 未来,啊,他可能说 会给收音设备一个三脚架啊 然后这个架子非常的小 也很轻啊,所以就他 然后是,呃,自己买的 然后,呃,一百多,一百 应该不到一百五十块钱 还一百五十五六十块钱 然后一个小架子带个,啊 小球台,啊,可能架不了什么相机 对我来说 能架也就只能架类似这种 对不对 就是路来三五S或者,呃,呃 或者这个来卡之类的 其他的应该也架不了什么啊 然后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一百多块钱 是吧,还行吧 好,那今儿视频就到这儿 拜拜